你看看三輪車踩不動,丁都沒用 那些車老不老爺一點,二十多年前是這樣的 這裏就是新花園的現場 那幾天澳門的居民為了這次慈善比賽擂台的飛 都天理了薄飛的熱潮 這次比賽大會的負責人兼總裁判何彥先生 為了隆重其事起見 所以事前邀請了幾位南北拳師高手 來一次演習 目的當然就是研究一些比賽規則 現在穿黑西裝這位就是何彥先生 兩位師傅在研究 插手的西裝褲袋這位就是梁昌先生 兩位師傅過招 穿背心這位就是李劍琴師傅 而另一位就是鷹爪派的劉發孟師傅 李師傅每次攤開兩個手 大家看到他們了 現在劉師傅兩下試招 何彥先生當然是落足眼力 因為他是大會的總裁判 穿長衫這位就是太極派的董英傑師傅 董師傅的招式又不同 真的 各派各門的招式都不同 好 拉住 四手扣著這樣拚又怎樣 大會認為還可以合法比賽 一定 咦 紅泡色又怎樣 大會經過研究說不行 紅泡就要停止比賽了 這裏就是當日的比賽現場 新花園門口 真是人山人海 達官貴人 凡夫走出都紛紛 列直參觀這次的擂台比武 這裏就是裏面的會場 在這個泳池旁邊的座位 很厲害的 搭起鵬被他們坐 一早就座無虛席了 當日澳門六川電台還作實地現場直播 二十多年前的實地現場直播 不是簡單的 你以為今天這麼容易 好了 碧賓加藍 澳督 澳督夫人 梁昌先生 何元先生 澳督副官 因為當日的首席貴賓就是澳督和澳督夫人 這裏名譽看台 現在邀請澳督夫人 為這次慈善擂台比賽展賽 看不看到 黑眼鏡的就是張英先生 何鴻珊先生上台 原來何先生重來出擊 我們都頂得好 你是可以的 好了 現在是董英傑師傅上台 表演太極拳 大家知道太極有分開 楊家太極和吳家太極 楊家太極就是以楊露蟬師傅為宗師 他的圖孫就是楊情浦 而這位董英傑師傅就是楊情浦的徒弟 他就是楊家太極 而吳家太極就是以楊傳佑師傅為宗師 他的圖孫就是楊鑑宣 一會兒擂台比武的楊公義 就是楊鑑宣師傅的公子 坐慶的節目全部表演不立 一場緊張刺激的拳賽立刻會開始 現在太極派的楊公義師傅登場 接著就是百學派的陳克夫師傅也叫相繼登場 陳師傅的打扮就像西洋團一樣 剛才胡師傅的打扮就像是長生 這兩位正所謂一中一西的裝束 真是相影成趣 就像中國功夫對西洋團一樣 胡師傅一上來就脫衫比武了 何彥先生說不用急 坐一會兒休息一會兒 關於這次的比賽 胡師傅和陳師傅其實毫無私人的恩怨存在 他們這次的比武 是為了香港石器尾大火災民 籌亡嚴管 但是高手過招拳腳無盡 所以就要簽罵了生死狀 任何一方面不幸相亡都沒得追究 胡師傅快點要搶眼 所以大會會把圍繩的白布脫下來 一會兒比武的時候 我們會用三個不同的角度去拍攝 讓各位能夠精彩地慢慢欣賞 比賽正式開始了 現在是第一個回合 我們先用第一個角度拍給大家看看 陳師傅和胡師傅兩位嚴陣以待 淡淡對方去實 一開始胡師傅先下手為強 用太極的村民手打出第一拳 好像打中陳師傅的 這拳就厲害了 陳師傅把胡師傅打出一整圈之外 幸好他翻身翻得快 拳證叫大家先停一停 雙方站定陣腳再次來過 雙方站定陣腳再次來過 這裡大家都好像中了一拳 沒有誰的好處吃虧的 他剛好一拳就打了層邊那拳 這個是第三個角度 因為有慢鏡 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一開始馬上是白鶴的村拳 是猛烈向對方進攻 而這個太極的撇身拳 亦是極力瓦解對方的中路猛烈攻勢 大家留意 現在太極的前鋒手左手 又一推前 跟著進左馬 又一撲前 剛剛這個時候 陳克夫的師傅是左勾拳 剛剛勾下去 勾正如胡師傅的頭 出了一整圈之外 幸好胡師傅反應一快 回身立刻擋住對方攻勢 那麼龔正爺都叫暫停了 因為要對方 雙方站定了陣腳 才再來比賽 這個時候 看到陳克夫好像抹一下鼻子 有血流 由此立刻展開 雙方猛力對打 好了 第一個回合已經打完了 在這個回合裏面 正所謂在萬人觸目之下 這兩位武術名家是絕無欺詳的 他兩個人一上場 立刻展開一場是激烈的打鬥 這兩位師傅的慈善精神 和他們將中國武術幫大的實際行動 的確是值得武術界學習的 那現在是第二個回合了 看看雙方又用什麼的招數了 雙方都是首先探一下虛實 一開始吳師傅立刻拉他過來 一拳打中陳師傅 陳師傅立刻展開猛烈的板工 其實剛才那一招打得很硬 現在吳師傅是猛烈的 希望把陳師傅的手打中了 讓他的手受痛 出拳的時候沒那麼大力 第二角那裡看看 這下吳師傅一下牽揚手 拖陳師傅過來就一拳打出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吳師傅用太極的前鋒手 即是左手是逼著陳師傅的進攻 他一撲起來 他就用左直拳衝出 令到陳師傅沒辦法靠他身 因為大家知道 如果陳師傅的拳法這麼迅速 一打近身的時候 對吳師傅來說是十分不利的 好了,這個是第三個角度 也是第二個迴合的 大家更清楚看到 吳師傅可能年紀較大 他要節省自己的體力 所以用以日代勞的戰術 起不動就餓不動 我們看看他很少都會動自己的步伐 只是虎視眈眈 撐住陳師傅的一舉一動 一有機會就進攻 而陳師傅這方面是體力健忘 約發靈活 所以他們四周猶鬥 希望一找到對方的破產 就等待機會垃圾出擊 陳師傅起腳,吳師傅又起腳 沒錯,雙方都起腳 可能會違反大會的規則 不知道裁判團怎麼判 好,經過裁判團互相交換意見之後 大會終於判決了 這次的判決就是 雙方不勝、不敗、不和 老外圍那些真是大失所望 因為沒有結果 這次的比賽雖然時間很短 但是將中國的武術 用在慈善籌款上面 不單止令到陳樂夫、吳公義這兩位師傅 得到慈善團王的美譽 同時亦都在武林歷史上 寫下光彩的一言